izan 這裡有一小段的屠宰區 這一段河地還滿漂亮的 因為河體旁邊都有種樹 晚上的時候這一段路燈會亮起來 然後事實上呢這邊的社區就只有這個區塊 現在左邊這個區塊 前面就是前不著村或不著店 這條水房道路就是左邊的這條馬路 它時速好像是40公里 晚上這邊開車的都開很快 它不只是晚上冰浪開車都開很快 其實有點危險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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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奇怪的是啊 在市中心 覺得騎很久 然後距離卻很大 在這邊覺得騎一下下距離就很長 像現在這樣已經騎了10.2公里了 有時間下距離就快下山啦 後面已經看摩太陽了 然後這邊也是有河邊的那個應該是河邊的土地吧 很多人就在弄菜了 感覺很不錯喔 然後左邊的天空上面有很多風箏不知道能不能拍得下來 那個隆起的是地震公園 在921地震之前這邊是下坡 現在地震之後這邊就融起來了 這邊有一陣很小的交通 這邊騎了很多趟啊 還沒有去過一次地震公園 旁邊鋼 旁邊鋼 浄率 這很多呢 提到這一段之後呢 就是過了地震公園之後呢 就在下一個出口 就接到一江橋 這一段是緩播 新的攝影機不太會用 所以不知道怎麼把 那個拍攝模式切到自動 現在是手動模式 我們這邊呢很流行那個 發財車的卡OK 而且好幾個地區都有 有一個紀念碑 那在網球場啊每個禮拜三的晚上 都會有人打 然後開燈之後很漂亮 它只有禮拜三而已 我每次要來拍啊 都錯過禮拜三了 好那前面可以看到那個 有個 彎道 通到一江橋 好就專心來騎車啦 接下來是爬坡 會比較辛苦一點 對 我來拍攝 那裡 有個 有個 那裡 會不會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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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